和国际挑战赛 11月12日至12月4日 风暴英雄黄金式巨杯 高强战队狭陆相逢 水力方巅峰对抗 精彩赛场不管 全球豪门阵容 200万人优厚奖金 角逐风暴王中之王 黑烙斯 on fire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风暴英雄黄金式巨杯 全球外卡赛的比赛直播 那今天的话最后一场 给大家带来Tempest对这imperial的 的比赛我是先接受Q档 我是Nostali Hello大家好我是Nova 那菲律宾猛男刚刚是战胜了 就胜者打胜者 是的没有败着他们是一个循环赛赛 他们是一个循环就每个人都要每支队伍 对都要打因为他们要只取一支队伍 对都要打因为他们要只取一支队伍 这个虽然说刚刚菲律宾猛男赢了 但是你觉得跟Tempest 跟Tempest还是有些差距的 跟韩国队还是有点差距的 对那我觉得这一场他们要赢韩国队 还是要全力以赴 或者搞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版本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这个套路都被暴雪爸爸自己给搬掉了 就各种的英雄嘛 出的英雄基本上你很难再去搞一些套路 出了很多的英雄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双方的地图搬选 那这边Tempest是搬掉了黑心湾 然后Imperium是搬掉了游恒战场 第一张图的话是Imperium选了游恒 这个叫链鱼圣坛 然后第二张的话是Tempest选了弹头枢纽 第三张的是Imperium选了猪红木 我们终于看到弹头枢纽了 Tempest的主动选了弹头枢纽 看来这张地图非常有信心 这张地图主要是控线 然后控节奏 控节奏很重要 因为这张地图比较乱嘛 跟黑心湾其实是差不多 比黑心湾还要乱一点 黑心湾还是难一点 对 他感觉到黑心湾跟诅咒谷的一张结合体 又要抢金币 就是抢弹头嘛 又要去抢Boss 这张地图也有两个Boss 跟诅咒谷是一样的 所以说上下两个Boss都非常的厉害 万一你Boss丢了 就很容易造成了直接被平推 那个Boss非常厉害 Boss的技能太厉害 对 伤害又高对吧 皮又硬 才会放那些小虫子自爆虫 对 主要是 就是对打团有个太大的帮助 好的 双方学手准备完毕 我们进入一档英雄的单配个情况 好 那这场比赛的话 是由Tempest先搬先选 是的 面对强大的韩国队 看看菲律宾母男跟韩国队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我觉得这盘打完你就不会再喊他菲律宾母男了 不 他刚刚赢了我就一直会喊他猛男 韩国我不喊他的猛男的原因是 他太猛了 再喊猛男的话不太好 就是因为你不喊他猛男 所以才会 猛上加猛 好 这边是班达了ADC 然后影片让我们只剧式执着的班凯尔干 这样子是放出了莫拉丁和马法迪奥 那这个莫拉丁肯定没了呀 百分百没了呀 这样你抢的话你不搬莫拉丁就没了 感觉又回到了很早以前的一个版本 就抢莫拉丁年的 莫拉丁被砍了几次 感觉还是一篮的一版 主要带控 对 前排带控太厉害了 开船的 关键它肉质还不错 带位移 好 这边上手发维拉 这么早是维拉 这维拉哪里太早了 对啊 我觉得起码前排辅助拿了靠谱一点 或者说我觉得泰凯斯这样麻烦也可以 泰凯斯的话容易反思最维拉 但是泰凯斯要有前排带个控才好 就是你要前排带个控把它控住 然后靠地点才可以 这个牛被拌掉以后 他可能考虑到泰凯斯也没有那么好点 那么这穆拉丁也不傻 不会在那边给你点 这边是选择了坦克加上奥利尔 坦克加奥利尔 能量来着还是比较慢 对 我觉得护士加奥利尔好 不 那个坦克加护士好 就看一下他后面怎么符合 看下肖网纳斯 都是两个跟地图机制有关的英雄 这边搬前排吧 直接倒死吧 肖汉纳搬呢 坦克挺反常奥的 反弹哥 也可以 但我其实觉得菲律宾应该不会选弹哥的 他那个 他那个泽拉图玩的还行啊 我感觉他有可能选 他泽拉图和那个健身都赶上 我觉得他泽拉图玩的比健身好多了 我觉得他就算用伊迪三 我觉得应该也还好 他泽拉图连上去打了技能都没时间 超过了两秒没重动回来 场面上看起来比健身好多了 那 是不是 因为电身一半时间再逛机啊 你见过这种放大招以后自己死掉了吧 那里面是拿的 乔汉纳搬加上 或是塔德还不错 目前这种看起来 杀手 杀手 韩国人的杀手 杀手 打维拉 打鸟人都好的 对 嗯 而且自己拿了不给对面的话 自家坦克也会比较舒服一点 反正他也不用理这个乔汉纳 这个阵容挺全面的 主要是 那个菲律宾这个队伍冲不过去了 健身 好 继续 又来了 这张地图 倔强的 萨木罗 下判断了 我觉得健身这半一死了 如果他还是那个健身 还是一样的味道 就跟我们吃饭一样 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肯定是一样的健身啊 这 短时间内怎么会变成另一个健身吗 我不信定 对啊 他学分裂 而且是有道理的 我为了收石头 对吧 说是可以这么说 但是 我觉得他这个健身 真的不靠谱 好吧 反正我觉得 要面对韩国瑞 他要上这个健身 我觉得 看看韩国瑞怎么把他 有梦想好不好 人家这样子 怎么把他弄死 好的 我们先说准备完毕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吧 好的 现在收看到的是 Tempest对真 Imperium的第一场比赛地图 是令人生的 出带地图 蓝色方的是Tempest 他们的阵容是 前排的 穆拉丁 近似位的 泽拉图 后排的 里米加上坦克 以及辅助奥迪奥 而穿地图右边 红色方的是 Imperium 他们的阵容是 前排的 乔汉娜 近似的 萨姆罗 后排的 福斯塔德加维拉 以及辅助的 马法里奥 这能跌到 上哪先跌个锤 这怎么可能跌到 在脸上 他应该在那个 在阴影里先蹲着 要么你就背到塔前 直接丢 要么你就在阴影里面 对 在阴影里蹲着 好 里米过来撑塔 这杂图还挺 我一直觉得阁挡 这电线果然是 熟悉的味道 肯定不会变 不会变 不会变 这个理解 短时间内不可能 忽然就变成了 一个高手 没有这么快的 除非他被哪个 超厉害的电线 越过一盘 点化了一下 打通了嫩毒二脉 没奥雅一击也是 没有学W 所以选择了一个客家错 因为他这盘主要 加这个坦克嘛 你W也打不到别人 嗯 嗯 哇 哇 哈哈哈哈 瞬间消失 这肯定没有掉了 我只看到最后 一个鞭子抽在他的脸上 维拉啪 这李敏先丢了WQ 然后正好被摩拉丁锤到了 然后坦克打了一号 最后鞭子抽上去 死掉 一击合成人 瞬间蒸发了的感觉 对 瞬间就没了 韩国那就是集火 要丢一起溜 不跟你废话 李敏本来没想杀杀 就想泡克一杀杀 是对 前后正好被捶了 那只好活该 这边 我这边是空了 这个这个 不过逃掉了好吧 嗯 你看这韩国人 不是被这个健身 骗走位了 骗走位 但是为什么他被打残了吧 他也没掉线 还好呀 是吧 骗走位了 报纸张了 精彩的逃走 把这个杂杀也要回家一下 那这样的话 这一盘 就感觉被停推了 你看这弹个推 根本无所谓啊 对啊 反正黄冠就挂在上面 然后 你少点血 我大贝尔一口 让你先收一会 打一块工 对 然后 黎敏和我们拉丁过来 你就得走 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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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化肩负了好吧 没有学他的天气 这盘有黎敏啊 他还是有点智力的呀 这盘是有黎敏 为了挡个智力 我觉得坦克 和那个杀伤力比较大 好吧 死了 哎呦 这维拉挺有意思的 想上来挡了 但是 晚了 一块吃AOE 晚了 纤细的身躯 主要晚了 马尼跳过去 我感觉被吊起来打呀 那肯定的了 不然你还希望 他们能反坑一下吗 你觉得如果反抗的话 怎么反抗吗 想一个剧本出来 健身化肚子都转子 他那个转算了吧 连生亚那个转都转了吧 没事 这把有麻法 可以帮忙缠一下 然后他再进去 转转转转转转转 然后进去转 就看他们这边五个瞬间几 我啪 一秒钟的时间叫你转 直接把你拍地上 我已经发现了 他们在这个图上面打 非常喜欢这三个衣 健身 围拉 麻法 然后双转组合 他们应该觉得收石头应该 双转组合 他们就这样相对快一点 他们在这个菲律明队伍 在这个猎鱼身材上面 一个超高力 咦 咦 哦 滑过去不线了 哦这个射射射射他们 天呐 在射射里洗澡啊 这个健身 我还也在洗澡 已经半血了 还在洗 谢谢 雪雕太快了 打不过了 走不进去 这就不像刚刚台湾队 一几分不进去 就直接被打出来 是的 死掉了 被缠了 可当动都不动 死掉了 这就是瞬间集火的 差的有点远 这就是 我觉得他麻法就 没必要去缠这个坦克 人家就 坐在地上 麻法也挂了 嗯 还真的不是一个水平线的呀 随便打 感觉这边在 过来一个死一个 真的呀 当坐 坐下去了以后 就没站起来过 我不需要 对啊 现在要动 你不动 不动 这个肯定要动一下 看到健身了 看到健身了 哦这个反应 那个波纹过来 立马就收 是 你没人来管我的时候 我就不懂 马上十几 这可能台湾队的心态 比较放松 抢队的话 他肯定这个 这个时候不会再坐着的 抢队的话 就跑 对的 跑得飞一次的 飞到 在这边输出没跟上 这鸟人又被缺死了 怎么感觉就是在推土机啊 慢慢推呗 能不能给点反应 又要缺 赵了呀 赵了就死 赵了全死 要赵了 这肯定要赵了 要等一 因为两个人 等一套突破 黎敏直接起点一个 哎 这个健身分身 瞬间全秒 这肯定起掉了 伤害已经完全溢出了 伤害已经完全溢出了 我就说嘛 他应该学盾头弹 果然学了盾头弹 Lockdown还是会玩的 毕竟以前 他最早在MVP的时候 就看出来 嗯 他优势的时候 他就要修 就要拉 这个等级差 能活过十分钟吗 看这一波 就看这一波BOSS 等这波BOSS 他们也不敢来抢 完全只能吃鲜 他就没死 对 他还要被杀好吗 这要围拉一个人 就被这个扎拉图杀了 所以这个BOSS 还是不可能拿到的 他们等着 这个BOSS起来都到不了时 杀不掉的 三个人在追这个扎拉图 四个人 还要再来一个 哎 这个扎拉图虽然没有关 但队友已经来了 有水晶 禁锢一下 哦 这灵敏的伤害爆炸 困托伴什么都没飞到 但是不要紧 起到了一个威慑性的作用 让对方左右分割 晕住强悍 再收 黎米又杀一个 再跳 再跳 看到健身了 看到健身了 再锤 漂亮死了 这个压迫力啊 就完全跟刚刚不一样 公平杀掉一个扎拉图 全场最佳 杀了一个人 我说了 他们这个队伍这个维拉 就刚刚那盘天空殿就看出来 他打得还不错 他们两个双C都还可以 辅助也打得挺好的 就两个前排打得不太好 就两个前排打得不太好 这边是留了一个 后一盒拖了很久 拖到对面要倒是 是的 他主要人死了 这边也是 也是他们在浪 对的 刚刚那波坦克都没来 详细给机会 对 坦克都没来 在浪啊随便玩 看转 围拉也转 围拉 转转转 好的 转转转 没有转 双龙卷锋 旋风冲锋 龙卷锋 我的天 哦这是冰冻的boss 被杀了 哎 这个球 被杀了 肯定被杀了 不过已经 已经秀了一下 躲了很多技能了 尽力了 这个杂筑 太烂了 他要杀那个鸟人 对啊 哦 这个盾头弹 断了一下鸟的回程 好像没什么 他刚刚鸟空血了 他想杀那个鸟人 但是他旁边有个奶啊 跳过来 这打团让你跟大友怎么样 好 健身在后面转了 这个配合的不错 你看 这健身这盘终于主动了吧 终于主动了 因为被压得太惨了 只能化被动为主动 都怪这个达主 达主 达主现在在这路上 哼哼哼哼哼刚刚跑出来 自己队友已经死没了 这波其实他们是自己的问题啊 他们明明少一个人 还要推得这么理 就是无所谓啊 做死嘛 就有 就是在那边弄 一有优势就开始打了 对啊 就开始搜起来了 我在锻炼我的个人能力啊 不不不 这个迟迟在比赛中 机会还是挺大的 不能这样想啊 对不对 你万一碰到强队呢 他就是觉得对面不强 对啊 那当然关键会产生一个习惯性的 反正他们现在这个整个队也在磨合嘛 反正他们现在这个整个队也在磨合嘛 我感觉就 感觉打的还是比较随意的 对 这真是太随意了一点 我这边维赖也终于学了复仇剑语 不是一几转了 你看这件事对吧 从刚刚那盘 嗯 完全不会转到这盘主动转 就是因为刚刚那盘最后的一波 上去跟商量血拼 刚刚那个祝福之盾配合的意思也是不错的 祝福之盾加上复仇剑语 黏住维拉维拉很危险 死掉了 一个穿刺回去再关两个 这边又被打回来了 这五个人聚成一个点以后就感觉随便打 沉默啊 他还是慢了一点 因为被罩了 也没办法 又抬手 他沉默放完自己就捐了 这也冲进去擦 对啊 随便来呀 乱来的呀 都没拦了现在 应该要好好撤一番了 搞事情 这边大概就放一个技能就没了 可以看到这盘的话基本上接下去就 秀 怎么秀怎么来 个人秀专场 对啊就是一挑三一挑二这样子 这一程天赋完全没变 除了偏邪变了一下 对 为了挡黎敏然后稍微变了一下 对 为了挡黎敏然后稍微变了一下 这是他们最后一波了 如果再打不过就是真数了 对 现在还有144的机会 14打16差一程天赋 对 对 那查伊森天赋的话是要 你多打少这样才比较好 但现在双关已经都积极了 感觉机会不是特别的 要把他秒了了 马地还有大 开了 秒这个维拉 秒这个维拉 对 秒他秒他 一个盾头弹飞过 这边是直接锤死了小汉达 维拉也死了 这个马马最后也是 可以 转的可以好吧 但是并没什么用 打了沉重的伤害这波转 他要去追 这个杂鼠肯定要去追这个鸟人 死吧这个鸟 应该是要死的 两个人追 诶 两个人追必死了 杂鼠自己也绝了 只要一换一我觉得他们亏 不在乎了已经 等差太大了 今次都不打了 你看lockdown这个坦克就是会玩的 对方复活很快的呀 我觉得没有必要吧 大优学射程 这肯定是没错的 战乳流 我下来那里你都搞不定我 他们机制都不打了 真是打得太随意了 打还是要打的就是先打一波团战 然后我先把你门拆了 我下这一波要一波你的 然后再拿机制 他这一波要去一波 菲利贝猛男现在必须要去干啊 最后一波了 他们没到石榴不敢 他们怂了 那就手吧 石榴直接等boss过来手也可以 他们现在就要尽可能 尽可能去把线吃好 尽量守着都在石榴 我觉得 等级差不多 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 有机会守住 但是水平差距过大 就有点难 靠石榴还是能吃到石榴的应该 这个有射程在 你这个维拉伤来手要被打 自己要被打 我要是这坦克 我现在就已经开加速冲到他们家 先把位子加好 射程先提起来 石榴应该也是马上回来了 非常健身要绕后这波 闪烁过来了 但是被发现了 噢 这个吹风 这吹完全没用 坦克不会动的 噢 这个健身要配合 乔安娜吗 哎 乖了 乖了 鸟人死了 鸟人死了 鸟直接被黎敏射死了 一个盘子 噢 这个健身直接死了 黎敏再跳进去就死了 噢 这黎敏无限射线 差距有点大 这 罗格当他弟弟这个黎敏 玩的确实跟 龙刀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样子 恭喜Tempester 这样子非常轻松的 拿下来第一局 一比零 总体上看来就是实力差距过大 导致拿什么阵容 他们都已经是非常free的 在各种秀操作了 是的 恭喜下Tempester 是的 一比零 非常轻松 这种局呢就是 从头打到尾 然后基本上是出于一个碾牙的姿态 是的 中间 有过一波风浪好不好 对 他们自己浪的 他们四个人在那边强推 从他说已经死了回家了 然后四个人推得这么深路 肯定会被反追的 那一波剑胜也是赚出了风采 主要那个坦克没大 坦克有大 我觉得他们还打不过呢 那个剑胜本来应该是直接秒掉的 主要那个祝福之盾和他配合的不错 这次加上那个 然后还拉了一下 然后还拉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地图BP 蛋头枢纽 对吧 对 对 蛋头枢纽 这张地图 终于可以看到蛋头枢纽了 不过这两个队 基本好像比赛没怎么上过这张图 实力有点差距 实力有差距 实力有差距 其实什么图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这张地图总体来说 会比刚刚那张图乱很多 那更适合他们刚刚那个打法呀 刚刚那个杂图就喜欢乱战 我自己一个人单干 对 刚刚他们是属于在随便玩 我们会把杂图给搬掉 哎 等会还是要看一下他们怎么搬搬选吧 不过菲律宾 不能说猛男了 换一个 我就说吧 打完你就不喊他猛男了 打完第一盘就怂了吗 菲律宾 撞汉 撞得有点惨 可以 这盘打完就撞汉都不是了 撞汉都不是了 就菲律宾汉子 他们要赢的话 必须要拼一下 对吧 拼一些极端的套路 比如说 这张图就可以 多线换家流 正面打不过不要紧 我们可以换家 好的 他不会掉 长老师有准备完毕 我们进入党英雄的外面环节 一般跟你说叫猛男的人 智力都比较低 所以说他一点都不懂得变通 你不是在说自己吗 怎么可能 他又不是猛男 他一直自称想要成为猛男 我 你就是说向往人 我用猛男这个词来形容我自己 在我是fairyman的就可以了 fairyman就可以了 不要叫我猛男 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以前那些说 说要叫我猛男的话是谁说的吗 我有这么说过吗 那就叫一下也无所谓的 这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好我们回到这边 是搬到了维京人和伊丽丹 维京人在蛋头树牛 还是用处比较大的 飞天遁地换家流呀 金玲龙选出来 什么鸟飞起来 怎么办了 正面打不过啊 GTG 跳水牛 我感觉他应该要跳水了 感觉他们要正常 正常打也不是不行 我正在想 Temis都会用什么呢 直接输斯塔德 我看到你 这边反倒是飞 飞天遁地先飞起来 穆拉丁很有 飞天遁地啊 直接三飞了嘛 就是要 不让你玩套路了 不是 Temis这个选人就是已经 我穆拉丁没有都无所谓了 我就随便打你了 我先把我觉得打得快的英雄 先拿出来了 我觉得玩得比较顺手的 在张地里比较舒服 打得快的要拿出来了 德哈卡一定要的 你不搬他 德哈卡一定要 说了飞天遁地嘛 第一可以防止你对方的套路 好 拿泽拉图 这边反而菲律宾是好好打的 你选代搬 我觉得Temis接下来搬什么 我都不奇怪 搬了阿巴瑟 搬了阿巴瑟 阿巴瑟这个图其实不强 因为你阿巴瑟这个图前期 你拿不了那个 打加入拿不了那个核弹 嗯 第二部是海星 第二部有四个核弹 这边搬了摩拉丁 等哈卡要吧 你这个阵容都打 你选成这样了 你不要等哈卡 我觉得等哈卡应该要 我是不行的 你这阵容都选成这样了 看一看 这边是对于 imperium 这边剩下的输出位的话 他们 imperium这边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组合 裂空 哇 哇 但裂空没有精力龙啊 不需要了 不需要精力龙 但关键是 你觉得他们的裂空 跑得快 没有盾 没有这种辅助的保护 只有用吗 其然大精力 哦 其然大裂空 嗯 这个阵容好飘逸 难道是关接兵环吗 哦 这里是 打爆发 熊猫 这没拿得啊 我的天 双飞够了呀 嗯 他们可能考虑三飞 三飞的话太多了 两个刺激业就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打得快主要 他们还是想让正面也更一点 上盘他们如果要打得快 他们早就上来就把他们对面推平了 不是 在那边搞事情搞了半天好不好 这一盘他们不是要打得快 玩得爽 他上一盘 你说人在你面前 为什么不杀吗 对不对 他们上 他们上盘就是 占了优势以后就是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然后都用四散而开 谁让你在我脸上吗 对啊 他们就根本原因 就不是想打得快啊 就是想慢慢玩你啊 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你体会风暴英雄的乐趣 对啊 他们要想发挥自己的优势是吧 这盘玩得开心就好 哈哈哈 就是打风暴英雄你快乐吗 跟菲律宾的人民说 哎没有办法 这告诉我电子竞技 不相信眼泪 这种菜就是被玩弄的 这怎么办了 没实力是这样的 是啊 上盘他们如果真要打 真要打得快 五个人抱着推 我估计十分钟就平了 没有没有办法 这个菲律宾这盘也是选了一个正常打的开局啊 但这个阵容后世好无力 嗯 好的那双方全都准备完毕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吧 好的 你现在收看到的是 Tempest对战 Imperion的第二场比赛 哦第三场比赛 地图选 也不对 是 所以对第二场比赛 地图选择的是 这个蛋头树有出来地图 左边蓝色方的 哦 是那个Tempest 他们的阵容是前排的泰瑞尔 陈 后排的福斯塔的黎明 以及辅助精灵啊 出来地图 右边红色方的是 Imperion 他们的阵容是前排的ETG 然后进次的杂拉图后排的加安娜 猎空以及辅助马法里奥 这个阵容一点输出都没有 就是 好猎空上来 诶 起镜头了 这个一点阵容 一点输出都没有 对啊 就是这个菲律宾的队 开轮 没杀掉 而且吉安娜和那个猎空 都是没什么输出 这两个东西感觉配合在一起 就很奇怪 非常奇怪 就没输出啊 加杂拉图哪来的输出 都是打偷袭的 关键是点爆发也不是那么的强 他只能靠牛跳舞的 那牛还不一定学跳舞呢 这个阵容跳舞也是 难度系数高上天的 那他这盘学跳水的话 那吉安娜的冰环靠自己放吗 不学冰环 学水贴就贵了呀 我觉得 难道你觉得他学冰环会赢吗 有机会而已 就关得好再接得好 对呀 只能靠大combo打 我觉得实力差距过大的情况下 你玩这种 真的实力差距越大 打大combo的赢的胜率越低 因为容错率 主要是看他们的配合怎么样 因为容错率很低 本来就已经不好打 阵容你还要这样玩 那到正常说法 他们怎么打都不可能赢了 但是你要打出你的风采 对吧 你觉得他们打得出他的风采吗 我觉得这个阵容 他已经拿出来 基本上是有机会打出风采的 飘逸 领动 我觉得上面这个蛋头是基本上掉了 就看下面这个有没有 上面可以拖一下 骚扰一下 这种常理上来说 应该是牛和吉安娜双游走 找机会去gank 裂空也可以跟着游 但是没有人吃线 裂空还是吃线吧 吉安娜吃线快 裂空跟 不是牛和吉安娜配合的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牛和裂空配合 你可能干不死这个人 但吉安娜 不要跟裂空啊 跟那个杂图啊 杂图前面也没有 哦 这个残绕 nice 看到没有 吉安娜和牛的配合 有麻法 这个残绕很重要 吃个三次爆回去 这边主要是他们俩 也是非常的有耐心 哎 这个身上有个核弹 哎 没杀掉 差一点点吧 这个核弹结了就好 你端了真的超级 杀了估计核弹也拿不掉 因为在门口 除非有人扛他 主要现在下面这个感觉 这个裂空是有大的 一名放一个球 哇 权重这反应 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早一点的话 简单都拿不到那个核弹 拿到了也可以打回来嘛 没关系 放到 放到 烈空 散回 他学了那个 零别礼物 看云 吉安娜一套 打上去一个残绕又死了 这个金龙 他们就打这个 这本来就是一个干客最效率的组合 减啊 他要把人先逼走 不然会被断 这个黎敏 烧两下很烦 这盘确实在前期 感觉抓出了两波风塞 可是线放的太多了呀 上路熊猫已经推平了 中路都没人实现 这个线放的太多了 你看这个等级路还是落后 他们杀了两个人 放了两发核弹吧 放了一发 一发 等级还是落后 就是因为他们在 线是一直在放的情况下 主要单发的核弹 没有办法吹回到 现在核弹威力也不大 这是最主要的 是 好 又杀这个金龙 这个金龙 听到了 这个大放的空子有点歪啊 他刚放中的话 尽量就死了 放到肯定死了 是的 这杰娜尬尴尬了 猎空可以跑 杰娜怎么办 没办法找单腿 猎空说 我为了我的核弹 只能把你卖了 主要说这边还是应该有想法 还要死 这把金龙被杀得有点惨啊 李敏这边卡一下 没缠到 李敏应该死了 他有猎空在 猎空跟杂屠这种英雄都会死 只要你没学到 根本逃不掉 但是上路这个熊猫玩得很开心 很happy 整体的话 经验还是不转 线路的太多了 如果三个人头的情况下 经验还是差不多 嗯 还一发核弹没有丢 这发核弹丢了 应该会领先一点 闪光了 就在烈红热 为什么丢这里 这门牙已经没了 你又红掉 门牙还有一个 还有两个 好 今天略微领先一先 因为他再也不丢 等会就刷第二批的 是的 拿不下了 每人只拿一个核弹 对的 好 晕桌打一套 蝉烙街的非常漂亮的进化 也非常漂亮 死了死了死了 这为什么回来 本来黎明打不到他的 本来不回应该能跑吧 能跑 黎明打不到他的 刚刚那个位置 他闪回去了不做死吗 我告诉你 刚刚他不跑 这几零龙又死了 这一套还是很厉害 牛加娜加上这个麻 但是加娜又死了 这没有办法 这个鸟敢打 你就只能死 我告诉你 刚刚那一波上去 如果说他不闪回的话 他自己不会死 这个黎明还得死 对啊 他回去了 然后刷了黎明一个跳 回了一个血 直接让黎明飞了一下 他主要那个回的位置 肯定是在后面 不可能在前面的 他大概习惯性的按闪回 就是看到自己血没了 然后不如按一个闪回 这波就很关键了 核弹有点多 熊猫直接把核弹甩了 先到实习 泰姆斯的 我感觉他新泰姆斯的配合方面 稍微差一些 都是靠个人实力在打 基本上是 对 他没有什么配合 就是靠个人实力在干对手 这边对这个呈现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太猴了 下面是杀掉了佛斯塔的 可以 可以 这波打出了风伞 证明了自己 对吧 嘲笑我剑胜 没有 没有 我说 我觉得他子拉圖还行 还行 没有他像他健身这么坑 他刚刚那盘健身还行 至少该赚的都赚了 第一盘 最开始第一盘 嗯 这就有点烧烈 反手于应该熊猫真的没什么行为 看到没有 吉安娜 吉安娜的冰环 是有梦想的吉安娜 但是 面对圣化上冰环 其实我告诉你 是个很二的选 哈哈 冰环 他果然是跳水啊 没有跳舞 对 他扛着圣化 咱俩没有跳舞的情况下 上冰环是个很二的情况 他要 接着圣图的关吗 我在估计 好啦 一个圣化 没了 还跳过来送我 好 这个牛还 还好 跳过来被A残了 他本来就空血跳 还好没 看到没有 我就是 还好没有说 没有跟你说送了 不然又遭中了 怎么了 什么送啊 你那个牛不是说 牛跳过来送了吧 嗯 跑回去了呀 不能下判断这个时候 没关系 专业结束 敢于下判断 下判断勇于被打脸 这个圣化 不是 这个冰环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主要有圣化 你没有先手控制的话 你接也没用 除非照住泰瑞尔 照住泰瑞尔都没有用 起手反手 又是一个圣化 照住泰瑞尔 牛头在外面 直接滑进去 你要先把它晕住才可以 但是晕的时间 我觉得没有 够了够了 够了 它圣化还是放得出来的 除非你把它秒了 就你照泰瑞尔 把他照在边上 你直接然后滑到里面去 进去的时候就被晕 有这种感觉 罩子解开了 一圣化就被晕了 刚刚我真的有种精力 要被留的感觉 晕的时间不够啊 关键是 那就看你冰环界的好不好 现在 泰瑞尔还是优势啊 泰瑞尔还是优势啊 泰瑞尔肯定是优势啊 这个场面上就优势了 吉安娜被抓了 吉安娜被抓了 应该是在他们的野怪那边 他刚刚吉安娜一个人打野嘛 打完野怪 你又还敢伤啊 做死啊 他要救人啊 哦 这个熊猫 熊猫无敌的 直接踢过去 这熊猫还有大能 这无敌的 他还是比较忌惮沉默和晕的 我觉得泰瑞尔现在就是 让熊猫去脚屎棍脚一通 然后自己夹就 夹的时候看到了 熊猫大过 估计很难开出来啊 直接死了 嗯 这Boss呢 挺重要 因为 刚好上弹头 对 而且这样子也是让 Imperia们可以马上到达13级 他们要拖一下 拖到熊猫出来 拖一下 靠黎敏Pork就好了 没有必要硬抢 上路已经抢了一个泰瑞尔 这边13级了 伤害都上来了 对于Tempest来说 鸟人有了气流 尤其是黎敏有了跳 远距离跳 加上泰瑞尔的那个减速 再干扰一下 这杂图不用想拿来做梦嘛 咱那又要死了呀 感觉 还好 这个造得不错 他又要冰环了 好 接冰环 圣花好像我放的位置 有点尴尬 没有造到这个 直接秒掉了 但是这边全残了 为了杀一个鸟 全残了全残了 全残了 站位太靠前了 所有的大家都给了一个鸟 刚刚沉默放的挺好的 沉默的好多 是的 这就有点尴尬了 两发核弹 再来一发 这个门压就全没了 这明显就随缘帐 走到哪里 站哪里 硬上是个为什么啦 其实不接combo也能打量 你接combo combo这个容错率本来就低 而且这个combo要接 你要想接得好 得打得很细 他们大多都这样选了 肯定是这样想 如果他们不想接的话 就选个水元素算 我是觉得不值得接 你接了一点赢的机会怎么 不接的话还有可能能拧 他们就是想 除非关到四五个 就是关到好 关到四五个 然后接个沉默 对吧 把那个态度先沉默到 就可以接了 但这个难度是太高了 不 你就只能 就关了之后 牛头往里面cue 你一晕然后沉默 放个沉默 对啊 就是接沉默 就只有这样的 你直接先手沉默 是肯定没用的 是被生化挡掉的 是关了以后接沉默 对啊 那也会被挡 怎么说 这边因为谁死掉了 牛头远 有跳水 有跳水 可以跳可以跳 牛头 忘记了 真的惨 直接交吹风来杀他 他刚刚吹风交完 直接跳就跳走了 嗯 好 直接开boss 当你脸开 对吧 有屏障 啊 他没有点屏障 那也无所谓 这边 杂涂有关的 但是鸟子一直在看着他 不是 有关又怎么样嘛 你关住了这个boss也不是你的 他有关的呀 他进去看了一眼 他进去看了一眼 杰涂还接冰环了呀 然后牛跳水十一秒钟拖一下 这 怂了 说好的接冰环呢 说好的 他即使关一下也没用啊 他又不能站了boss 是啊 哦 来不及 这冰环放了 可以接到一个 诶 可以可以秒了 但是后排又被打炸了 放那个冰环 这个质安娜的 哦 飞行的 鸟肯定死了 因为他学的是量子巅峰 对 加伤害的 直接炸疯了 炸药包鸟 这不还不错啊 直线接的冰环 那个时间其实差一点就接不到了 时间长呀 照五秒呢 对 所以我在想他们核弹 是不是可以稍微拖一会儿 14分钟以后 伤害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啊 他就随便丢了 嗯 正常来说可 这种时候如果13分钟的话 可以考虑稍微藏一藏 一般是这一波 这一波会稍微停一下 对 这一波会稍微停一下 这一波会稍微停一下 这一波正好有四个 比较多 这个熊猫真的是烦 毫无办法 关键是 这熊猫这盘玩的是最开心的 无限丢 无限在玩单机啊 对啊 就他学了个丢久的天赋 无限丢 你看 好开心 好 差一点点 射线射过去 一个进化太乱 连住我这个牛 有减速吗 减到了 但是他已经被减速了 还是能踢到死了 射过来了 这球飞过去就是宣布他死亡了 江南城他有个核弹 拼命地跑 这个核弹要保留住我的火种 这个麻烦真是 队友已经没有能了 跑的没影了 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行单影子的孤身在敌营啊 是我的话我就冰箱 然后一个沉默 好吗 打出风采 是的呀 算了吧 沉默要留着 把这个大省了吧 等会最后还能站一个 要留着和队友接坑墨呢 怎么能自己用了 你想想看这沉默 这盘都没放几个 都不爽一爽 最后还有一站的资本 哎 要不来个关接核弹 接冰环接沉默 最后秀一波算了 输也输得爽 那这个核弹只能要裂空来丢 裂空那不是有吗 我来我前面看看 呃 直接在加纳 在加纳上 好了 那这个配合要求很高 最后一波了 一波 你要核弹先独秒 然后再招 对啊 感觉很 最后一波 华丽的关三个 三个不够 三个不够 顺秒三个 三个不够 哎 就看这个大招啦 在那头暗磋磋的侧衣进来 然后会被天使看到了 直接跳 直接跳进去招 那这边直接就怂了 一波 这个boss进家就输了 再丢一波 直接把这个宝炸了 哎 没走 反手 一个核弹 圣化已经丢了 这核弹下来圣化没了 对 打了三个人 哎 被羊了 死掉了 这肯定被羊了就死了 大的没有放出来 我估计他想放个大的 这个冰环随缘兵了 只能 随缘兵一个都很难中 哇 你要说这一波可以 杀了一个鸟人 哦 杀了一个精灵龙 但是后面被无限杀了 这背一波了 这背一波 还有两发核弹 你看 这边沉默 给了沉默 为什么你要冰箱 拖延一下死亡时间 让自己更帅一点 好 那这样东西 Tempester 2比0 非常的碾压 第二局还行 第二局 我觉得菲律宾猛蓝 至少打出了点风采 对吧 哦 就前期的小宝宝还是比较 抓得还是不错 包括刚刚最后一波 这个精灵龙也是被同样的招数秒掉的 对 就牛英丸接才让我接 包回去 他接技能接的其实挺好的 就是吃经验啊 一些细节方面做的还是有差距 对 他经常就是为了干很多事情的时候 放掉了很多的事情 是 而且他就是感觉小技能还不错 大技能就也还是千年火候 那我们本次分爆英雄数据备呢 是由英伟大GeForce GTS1080高端 游戏主机三星曲面显示器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情况 哦 这边可以看到 嗯 都是一分 是 因为打了一个循环嘛 其实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Miracle是最强的 对啊 因为按照一个胜负关系 你看看 菲律宾猛男把那个Face Trick干了对吧 是 然后Tempest把菲律宾猛男干了 对 Miracle把那个Tempest干了 那不是一个 是Miracle应该是最强的 所以王王现在是食物链最底层的人民 是的 不过理论上来讲 嗯 还有一线生机 因为他们要面对Tempest 加上Miracle 如果他两盘都赢的话 你觉得可能吗 可能性不高嘛 那是要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你要把这个 把这个概率还是要说一些 概率还是有的 嗯 哈哈 好的呢 我们今天比赛就到这里结束了 明天同一时间在这个直播间继续给大家带来 粉猫英雄黄金市局杯全球外卡色的比赛直播 拜拜 拜拜 嗯 精彩赛程不过 全球豪门真容 200万元优厚奖金 角逐风暴王中之王 Heroes on fir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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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